那先必須要跟大家講抱歉 這一件外套 當時是好朋友 他只是提供於在新北國的這個造勢場合 沒想到一穿上去了之後 然後大家都想說要過買 那我也必須要講 辦公室並沒有要做這一個販售的動作 但是沒有辦法有很多的支持者 大家一再的打電話 可以講說我個人的手機或者是我們辦公室 乃至於我們競選團隊打部 大家都被問到寶 所以說後來才跟這一個好朋友在情商 能夠備料 然後準備一千件的一個數量 讓我們擇旗來做公益 把所有的一個購買的一個所得 全部都捐給公益團體 那並沒有把它放在我們的這支現金抓付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後天 也就是28號的時候 我們會在台北市南港展覽館的二館一樓 我們從早上9點開始開放排隊 然後到了10點半的時候發號碼牌 然後進入館內 然後來做這一個購買 那同樣的總共有一千件的一個數量 來做這一個愛心的一個意賣 那所得捐作公益團體 那還有20件我們做現場的競標 那我們到了館內了之後 我們同樣的除了有外套之外 還有我們的一個競選小物 那這個袋子以及我們這個黑迷路的T恤 還有我們up的一個帽子 以及up的一個毛巾 那這一組的組合2020的一個價格 現在我們已經都在臉書 然後來做發布 同樣的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他們來做訂購 那之前是因為只能夠接受信用卡的收款 那後來我們又跟ATM你也可以轉賬 然後超商你也可以付款 所以說多了這一個方式 那我們也希望講說到現場 如果說買到外套 甚至也能夠買我們的競選小物 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相關的細節 我們也請曼希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個當天的購買呢 我們有幾項注意事項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了解一下 10點半放放號碼牌的時候 是每個人只可以拿一個號碼牌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先呼籲一下 140公分以下的 我們就不算人頭 所以如果有阿公阿媽 或有媽媽媽帶小朋友的 那個都是算一個人這樣子 那我們每件外套是2500元 那因為現場只收現金 所以要提醒要去購買外套的民眾 一定身上是要帶現金 現場不接受任何的刷卡 或者是Apple Pay、Line Pay的一些服務 那另外呢 剛剛有提到1000件的夾克 我們有分成四個尺寸 包括了SM、X跟XL 那X的尺寸有200件 M跟L有300件 XL也有200件 所以總共是1000件 那當天 當天早上工作人員會引導 前面的1000件排隊的民眾 然後呢去到你們需要的尺寸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請大家互相配合一下 那另外就是競標的20件呢 有15件會由我們當天的主持人 來負責做拍賣 那另外有5件 當天呢韓國瑜總統候選人 會親自到場在現場跟大家做拍賣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大家當天可以非常期待 可以在當天看到韓國瑜總統候選人 印賣上面的簽名 對 每一件印賣的那個 20件的印賣上面是會有做簽名的 是的 那我們當天在現場的一個主持人 是包括我們許淑華委員 還有我們藝人洪多拉斯 以及我們的網紅高均均小姐 那我還是要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1000件 每一件的一個價格是2500元 那競標的這20件最低的底價一件是5200元 然後來含起標 所以說以這樣子的一個數量跟價值來算的話 當天我們預估至少有260萬 我們能夠捐給公益的一個團體 或許我們的支持者 他會覺得講說 那這1000件我搶不到了 那怎麼辦 會有一點灰心傷心 但是我相信我在這邊呼籲 買到的恭喜你 但是記得要拉票 因為1月11號韓國瑜當選 這件夾克才有價值 沒有買到的你也不用傷心 希望你趕快幫韓國瑜拉票 我們得到1月11號韓國瑜當選了之後 那當然我們團隊還會跟廠商來做一個合作 未來我們能夠推出這件夾克 是不是有不同顏色的一個款式 然後我們折騎我們都來做愛心 我們都能夠讓我們社會更祥和 我們都能夠來捐助我們的一個弱勢團體 我們都能夠來做公益 所以說現在這一千件可能數量比較少 但是也要跟大家說抱歉 買到的恭喜你 沒有買到的 也希望你幫韓國瑜拉票 等到我們當選了之後 我們能夠再陸續推出 我們大家一起攜手來做公益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呼籲 我們媒體朋友 謝謝你們的報導 那也希望講說 那天來到現場的人 大家也能夠來看一下 我們現場不只有販賣外套 還有競標 當然現場還有一連串邀請到了 這個活特還有藝人 也會來現場做活動的一個表演 那這就是12月28號 我們在台北市南港 宅南館二館 所做的這個藝賣外套的一個活動 不錯